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5分发生 受伤的是一名56岁华裔男子 他伤及背部和左手臂 目前伤势稳定 警方指出56岁嫌犯由于工作需要而拥有佩戴枪械的许可 但嫌犯与死者互不相识 事发时双方也会发生争执或冲突 遭音至目前还不懂 警方随后以扣押该把手枪以做进一步调查 不知你早前有看过一名女童爬出10楼公寓阳台玩耍的视频吗 除了女童父母已在事发当天被公寓管理层警告 另外也有热心者现意要赞助为市主家安装隐形铁花 他们的邻居万尼受访时说 安装这类铁花需要约1500利级 而且住户只需要向公寓管理层申请就可安装 再来关心柔佛新山的大耳龙新闻 马华公共服务与投诉局副主任蔡建文 住家泼妻案原本应用嫌犯已遭逮捕和提控而告一段落 其道马华巴西古当区会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林道祥 经经内一位协助处理一宗假借贷真诈骗案件时 遭案中的阿龙恐吓还扬言要烧屋和泼妻嚣张至极 林道祥昨天是在替市主WhatsApp联系自称是阿龙 名叫Sky的男子时 对方禁警告林道祥不要做英雄 否则就是下一个蔡建文 他说蔡建文的case也是他做的 他也在五分钟内发了我三个住址 把三个家里的地址给我 扬言要烧我的家和破了气在这几天里面 林道祥说这些人还在胡作非为 因此促请警方展开调查 林道祥要帮助的这名青年是为了要借15000新元 相等于约45000令吉学投资课程 却坠入假借贷真诈骗陷阱 仅收取阿龙450令吉就开始被逼还债 随后又有新阿龙称 他的孪生哥哥借三组阿龙欠上万新元债务 甚至还要他们一家再缴付9500新元 相等于约28500令吉才肯罢手 过程中家里还几次惨遭波期 接下来看一则广告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隆坡和亲员电狱一名确诊新冠肺炎的62岁独居老翁 表示情愿死在家里也拒绝入院 结果两天后被发现真的在家中去世 行动党乌拉港特别行动部队长李凯明 昨天在面子处分享 这名老翁确诊冠病第九天时 隔壁的租户听到他的咳嗽声很严重 就为他拨打999叫救护车 奈何老翁还是拒绝入院治疗 两天后隔壁租户在晚上7点 发现老翁的房间没有了声音 马上叫楼下的外劳上来帮忙看看 才发现他已经毙命 据老姐来自槟城的老翁拥有一名女儿 唯不确定身在何处 由于老翁的手机无法打开 希望通过警方协助可以尽快找到家属 国内新冠确诊病例比昨天微生 通报5413宗 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达2556865宗 另外国内昨天通报53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其中11宗为宋院前死亡病例 累计冠病死亡人数为29729宗 至于国内的新冠肺炎基本传染数 则是1.05 连续4天维持同样指数降不下来 当中不成以1.17居全国之冠 还有4天就是第15届马六甲州选举 投票定江山的大日子 而今天则是军警提前投票日 超过千名各阶级警员 在选举委员会于州内开设的 31个提早投票站 包括在甲州警察总部完成公民义务 另外有11,091名军人及配偶 也在州内7个提早投票中心 投下手中审慎离票 大批身穿制服的警员和军人 都在各自投票站履行公民责任 到场投票的警员和军人 皆严守防疫SOP 他们先扫描Maisachia签道 及测量体温 再排队准备入场投票 据了解该中心将开放至下午5点半 方便更多执行中的军警及时投票 星期六就是投票大日子 各政党中央领袖街到来 为党候选人卯足全力拉票 包括行动党巴吉里国会议员杨美云 及官拜贸工部长的国盟 选举主任阿兹敏等人 绝对是每票必争 年仅25岁 代表西盟行动党要守住 彭加兰巴珠州一席的 务议候选人丹尼斯·赞努丁 虽然在这场战役中 面对激烈的五角战 但他认为自己的优点就是 够年轻 创新主义更多 并将全力以赴 期望获得选民青睐 大尼斯除了面对原有议员 诺伊战以独立人士上阵挑战外 其余三名竞争对手也较为资深 包括来自国阵巫统 拿督卡松诺丁 国盟 以及另一名独立人士 他是五人中最为年轻的候选人 来跟进布城捷运干线的建设进展 此干线第一阶段路线 原定11月投入服务 但捷运公司今天透露 因为有两项工程未完成 导致这条路线的捷运服务 将延迟到明年第一季度后才能操作 捷运布城干线 共有36个车站 全长57.7公里 截至目前 布城捷运干线整体完成95.3% 捷运公司总执行长 莫哈莫扎里夫今天宣布 第一阶段路线的16个列车 自4月29号展开3000个小时的 无乘客室跑测试中 技术团队已进行详细检查 和鉴定系统性能 至于第二阶段路线 预计从2023年1月开始运作 第三干线计划 目前尚在与政府协商融资计划 预计明年初可做出更详细的宣布 包括招标工程 来看国际消息 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今天早上举行首次的视讯会谈 习近平在开场时 以老朋友称呼拜登 并指视讯虽不如面对面 但也很不错 这场历史性的线上会谈 旨在缓解中美两国紧张关系 分上下两场 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左右 习近平强调 在推动中美各自发展 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人理事国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 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另外拜登也说 身为国家领袖 他们有责任确保美中关系 不转向公开冲突 此外美国政府也将致力于 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不支持台独 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内接获 欧洲和亚洲通报多起严重的禽流感疫情 显示禽流感病毒正再度迅速蔓延 今年截至目前 中国通报21起人类感染H5N6亚型禽流感的病例 已经超过2020年全年的总和 韩国和日本也遭殃 另外欧洲挪威通报在加罗兰地区 一群7000只禽鸟中也出现H5N1禽流感疫情 比利时政府在一只野鸟身上 也验出高致病性禽流感变异株 韩国本月1号进入与疫共存模式后 疫情持续蔓延 今天在通报过去24小时增加212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连7日新增确诊数突破2000例 重症病例更日渐攀升 按近4周的重症病床使用率来看 最近一周的使用率为56% 较起一周上升9.4个百分点 当局曾表示若重症病床使用率已超过75% 就得立即停止恢复日常措施 扩大检测 欧洲方面当地正面临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 继荷兰及奥地利为遏止病毒传播而收紧防疫措施后 比利时本周也将讨论是否采取包括强制远程办公 关闭夜生活场所等措施 当局警告目前在重症加护病房新冠肺炎患者已突破500人 占全国总容量的25% 因此比利时也正讨论是否要强制接种疫苗 中国新冠特效药研发团队在上个月向国家药监局提交 副条件上市申报材料 有望12月底前获得批准上市 研发过程中中国部署了三条技术路线 包括阻断病毒进入细胞 抑制病毒复制 以及调节人体免疫系统 第17届迪拜国际航空展 从本月14号到18号在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举行 展品范围包括各类飞机 各种飞机零件 以及引擎通讯设备等等 新闻结束前带大家到现场看看 这个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航空展 我是琼威 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万文字幕志愿者 斯学河 Counsel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